台湾各地常见的停车场 City Parking 城市车旅 它的母公司富尔运通 股票代号6914 即将在5月上旬挂牌上市 这也是首度有专营停车场事业管理的企业 成为上市公司 富尔运通成立于2001年 早期以生产销售停车相关设备为主 直到2015年才逐步转型 整合旗下停车场成立城市车旅品牌 并加速布局全台 公司在疫情期间快速扩张 截至2024年2月 经营的停车场次高达1072场 是全台停车代管服务的龙头 我早期从退伍开始 就从事这个停车场设备的 欧美日的代理跟销售 那再来就是因为看到整个台湾的市场 多样化的需求 所以再加上这个新车挂牌数的激增 所以我们就毅然投入了系统开发 及自制生产及销售 那长期以来我们辅助台湾的不少停车业者 建置自动化的停车社会系统 所以看好台湾的整个经济市场逐渐的成熟 在停车场管理这个行业 当然就会往这个集团市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从2015年开始 整并旗下的自营停车场 并且成立这个城市车驴的品牌 目前我们整个系统销售事业的部分 每年成长差不多3到5% 当然毛利率高 在我们的营收占比大概10%左右 在整个停车事业管理的部分 我们预估每年的成长是15%到20% 那占整个营收占比是差不多90% 尽管现在主要营收成长 来自于停车场的管理业务 但早期投入的系统设备事业 为富尔云通的竞争力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公司生产的设备 有4到5成销售给自家的停车场 发挥垂直整合的重效 值得一提的是 系统部门近年也投入路边停车系统的研发 在高雄台中等地都已经有了导路时机 从停车场到路边车位 都能看到富尔云通的身影 其实在目前比较大型 像医院啊百货还有商场类 其实我们都有大概超过50%的一个实际 那在竞争力部分其实蛮强的 在同业来讲 其实我们从软体的开发 硬体的制造 还有安装维护 以及后面的运营管理 其实都是由我们公司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整合服务 那在相关的一个竞争力上面 我们是领先同业的 再来看到富尔云通的营运表现 从经营的厂市和历年营收来看 整体趋势具高度的关联性 并且在2020年以后成长尤其显著 而观察近年的毛利率变化 可以发现在快速扩张据点的2020年以后 毛利率余度下降 但到了2023年便大幅提升至24.1% 从整体获利数字也可以发现 2023年达到了丰收期 EPS更创下了9.11元 去年毛利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 整个人流的一个恢复 那目前我们也持续扩张我们的据点 在去年我们也超过了整个 1000厂次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标准 我们目前其实已经有达到 一定的一个经济规模的营运 所以在毛利以及相关的一个 营运的成本下降的部分 其实有蛮显著的一个成绩 近年全台小型车登记数量持续增加 截至2023年已经达到了将近734万辆 根据先进国家的研究预估 城市公共停车需求需要达到 大约停车总数的15到20% 若以20%乐观预估 全台至少需要147万格车位 才能满足需求 而以现有的数量来看 大约还缺18万格左右 我们以整个数据分析来看 市场的车辆数 还有整个全台的车位供给数量 大概有20%的供需失衡 所以我们预估这样的情况 大概也要10到15年才能维持到整个供需平 其实我们从城市车里开始 就大概是每年15%到20%在成长 因此展望近几年来 我们也很信心的展望 就是说可以维持双位数的成长 那未来获利提升除了我们规划 除了在国内拓点增加多元服务 富尔运通也计划进军海外市场 明年就会将城市车驴的品牌带入泰国 未来也将朝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发展 让停车失业在东南亚发扬光大 持续追求营收获利的不断成长